好,我们这一了点的老师在那边听到极端气候 极端气候有的时候电影里面也会看到,对不对 但是呢,到底是电影的人他会编了 还是我们大家想太多了 有的时候又觉得说那是好远以外的事情 或者是什么南北极那一类的事情 丽刚那些所谓的极端气候 对于我们在台湾现在的这些经验来讲 是可以apply到我们台湾的身上吗 其实大家最近可以发现到几件事情 一个就是我们的强降雨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就是一个台风来 或者是煤雨封面道 局部性强的对流性的降雨现象是逐渐在增加当中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暴雨的状况 这种暴雨瞬间下下来的时候 有时候它时间并不长 但是它的雨集中在某一个点的时候 那个点就很容易造成比较大的灾情的状况发生 虽然我们在一般的排水沟的设计上 都有所谓的百年的防洪标准的这种设计 但是呢,在这几年大家会发现到 有些时候这种比较大的雨是落在同一个点 当然如果你发现到雨很快落下来 然后水呢,三个小时内就退掉的话 那表示说整个排洪系统都还是OK的 但如果说下下来六个小时 你的水还积在那边,那就人祸了 那一方面我们就也是因为这个都市的开发 还有包含了整个人 现在人的居住的密集度越来越高 所以变成说整个的水在流动的时候 它我们同样的河道里面的水的溶点量 就像雷老师之前有提到的就是地表的浸流的水量 下不到地底下 地底下像台北盆地几乎都是个整个大水泥块 都盖在上面一样 水流不掉,最后只能从两条河出去 一个基隆河,一个淡水河 你就这么两条河 但这两条河你又没变宽 所以就很难不暴涨嘛 你再往新店去看 新店本来的河道都变成盖房子了 河道变得窄窄像小水沟一样 那那个雨下下你当然排不出去的结果就变成 从天灾到人祸就变成越来越严重 那暴雨的状况跟全球暖化 还有比较极端的气候现象来说 其实在这几年大家都会发现到 这个整个体来说的状况是 其实在逐渐在增加当中的 那么现在呢 因为台风也要来了 又有之前这个大好雨的经验 所以防灾当然要先做好准备要应变了 不过呢张教授在两年前的七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三毒通过的灾害防救法的修正 本来是叫做什么内政部消防署 后来说改一个名字叫做灾害防救署 张教授这只是换一个名字吗 换汤有没有换药 这个不晓得了 这个内部的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在里头 参与整个的防灾系统的设计跟执行 来决定的 那跟名字大概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所以我们可以对于这个新的 所谓灾害防救署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我们从近几年来的现象来说 我们的行政机关是越来越去专业化 很多问题都是为多顾问公司等等 甚至于有人说一个计划案 如果是承上来的话 只能够用嘴巴来修正 这个行政单位只能够用嘴巴来修正 没有办法实际来做整个通盘的 从专业上来证定 这个顾问公司研究的成果好坏 没有办法这样来评估的 所以其实防灾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单位 里头一定有学院计风的人士来操作 那才能够保证 所谓的防灾措施是对症下药的 而不是无病生疑的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仁俊在这个防灾方面 中央的防灾跟地方县市政府的防灾 应该是有哪些不同的强调的部分吗 其实当然还是有啦 像我们现在最常听到的就是说 它开设那个紧急应变中心嘛 可是你知道我们这一次 大家就在讨论就是说 紧急应变中心不是中央地方都应该有吗 对 但是它其实有分层级的 也就是说地方的话 就是依照地方自治 它自己去决定就是说 我到不到这个层级嘛 当然它依据还是依据中央气象局给的资料 那我们现在这几天大家一直在讲说 有行政院赶快动起来 为什么 就是它昨天赶快提早开设 那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叫做提早开设二级 我大概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要发布台风警报的时候 那它其实台风还没有来嘛 但是我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之后 内政部来研判说 这个台风它可能会带来威胁 所以我就开设一个二级 可是你看哦 像今天早上五点半 我们才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可是中央应变中心什么时候设的 是昨天 昨天下午的时候设的 所以我们讲 为什么讲说它提早 你知道我这一个月都在立法院里面 因为最近立法院吵得非常热闹这样 拜托他们在吵美牛 我都不想讲了 可是你知道吗 很多人其实 很多立委 他其实很担心 因为这一次的 因为大家会担心一件事情 就刚刚立刚讲到那一个 就是说我瞬间的雨量下来的时候 我怎么办 我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刚刚有那个莫拉科的那个图 你知道我现在手上这一个 这个是纳利风灾的图 这个位置在哪里 你知道台北火车站 那整个的水下去 你知道这是台北火车站的地下 你知道吗 然后你看这个位置 那个水是怎么下去 它是从那个电梯这样整个下去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刚刚其实 它不是卡在电梯上不敢下去 不是它那整个地下已经全部淹水 我去采访的时候你根本进不去 那个位置里面 你知道吗 刚刚立刚刚讲到一个就是说 它瞬间雨量下来很大 你知道其实我们在那个河川的设计上面 就我们排水的系统上面 其实有分到防洪频率的 那目前台湾它有分几集 一个是200年 一个100年 然后50年 25年跟10年 一般以我们都会地区 就相证的那种排水沟 其实设计是5年到10年 什么叫5年到10年 你知道它就是用那个平均值 下去计算说 我可能最大的这个水量会是多少 去设计那个排水下水道 那可是现在问题来 就刚刚老师也都提到 就是说我们最近气候的变化 你可能降的雨太多 你知道吗 那你可能短时间我可以排得出去 可是我长时间 这一个累积下来的时候 我的防洪频率就这么多 你知道我那时候 曾经有一个内幕消息 你知道就说那个莫拉克的时候 那经济部他们会去统计 就是说那个雨下得这么大 那它防洪频率到底超过多少 当时曾经有一个内部的数据 当然就是后来有被否认 他们说那个防洪频率 超过2000年的计算 不过后来我们去问李鸿源 李鸿源说基本上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那个数据资料 没有这么多你知道吗 那水利署也讲 他说其实像北部跟南部 它也会有分别 所以分别意思说 北部可能因为它 可能资讯比较发达 所以我统计的数据比较多 我可能有一百多年左右 这种统计的雨量的数据 那可是我南部可能就没有 你知道吗 所以你说中央政府 它会不会担心 地方政府会不会担心 当然会担心 如果今天像上个礼拜 那样子好大雨 你知道我从土城到中和 不要说是跨县市 你知道我从土城到中和 我就过不去 因为那整个都淹了你知道 可是没有人可以 预判得到这种状况 所以它现在提早开设 我认为它还是有一些考量在 但这个考量 其实你知道我们很多人 都会讲说 哎呀只要中央或地方 一宣布停班停课 然后就不会下 就是雨就会停了 大家就放下 其实我倒觉得 其实有时候不要太去苛责 因为其实这种预判的东西 是非常困难的 好不过呢 这个预判很困难的 但是雨真的下来 下了那么一大堆 这样倒下来 你才会知道说 哪边出问题了 包括上礼拜看到 马总统的老家 怎么一个礼拜连言两次 就被骂翻了 那么台北市文山区 他老家附近这个福星街 听到台风又要来了 神经风的很紧 超水马达 大型水桶 水盆工具 样样都有 天才刚亮 台北市文山区的福星路 三十几位国军弟兄 全部武装 进驻戒备 挨家挨户 清理地下室淹水 就像接水盆接地赛一样 日前的612水灾 地下室早就被肆虐 电路电线全中断 发电机派不上用场 想要除掉积水必须徒手来 担心动作不够快 暴雨压境 再度水淹加圆 这头忙着清除积水 另外一边 现在怎么进去 我爬进去 一周之内 家里淹水两次 民众堆放沙包之外 还自制了阳春的防水木板门 要进出自家大门 就得像这样 用爬的 用爬的这样子 就还蛮特别的吧 怎么说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 无奈苦笑却也没辙 担心沙包效用不大 一整个早上 复兴路的住户居民 全都绷紧神经 还有人花了五六千元 掏腰包定制了防水闸门 从前一天开始 里长就运来了 一千多个沙包 调来了四台抽水机 现场待命 而抽水机的外包人员 三四天前就已经来到这边 用雨伞和防水帆布 搭起检疫帐篷 守在抽水机旁边 你这是临时的棚子哦 对啊 下雨天 四天三夜都在这边 嗯 有回家吗 没有啊 就一直在这边待命 累了也只能到对面的公园 密一下 已经好几天都没回家 福星路的居民们 只能祈祷 淹水灾情 别再来 这是王淑敏 朱寒瑜 台北采访报道 好所以张老师 我们看到文山区 刚刚那个新闻里面 一个礼拜连连两次 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 寒管问题 我们台北市是一个都市型的洪水形态 这个所谓都市型的洪水形态 就是它的淹水的来源有两个 一个就是大河溢流 满了之后进入到都市 溢出来 发生了淹水 那个就是用堤防来阻挡它 另外一个就是堤防内的降雨水 的雨水没有办法排出去 就是大河里头还没有淹水 但是自己先淹水了 就是内水的关系 那么文山地区就是所以发生了 理事发生几个淹水 就表示说我们的排水的系统 内水的排水系统不完整 就一定有哪个地方堵塞 它没有办法顺利排到 吉美西里头去 所以吉美西还没有满 它就是淹水 所以这是内水的问题 所以如果是这个内水问题 其实是很简单的问题 一个是内水系统的一个调整 一个就是阻碍这个障碍的排除 那障碍的排除不能够说靠政府 因为这个内水系统除了这个排水系统之外 还有寒洞 还有寒管 排水孔等等 其实排水孔只要有垃圾 只要有塑胶带堵住的话 那么通通就会引起局部性的这个涨水 那么要靠政府 政府的公务人员有限 所以如果是自救的防灾的话 就是人人门口有排水孔的话 要去看看有没有垃圾 这个伤害物把它挡住 我想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 这个内水的排除 不能够完全靠政府的公务人员来处理 不过呢雷老师我们台湾的这个中央山脉 听说一直在长高是不是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山脉的地形 是不是永远都逃离不了 我们又有大水啊 又有豪雨啊 又有台风 我们就永远都脱离不了土石流的命运了吗 这土石流一直是台湾环境里面的一部分 有人没人他都会在那个地方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因为破坏了 所以呢自己找了更多的麻烦 反正他就是会在那边 那当然人类的那个不当的土地利用 他当然会刺激更多的那个疏杀的出现 因为影响到那个那个边坡 台湾大部分的山坡 这个边坡那个疏杀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纸皮覆盖 什么什么什么 植物的那个覆盖 植物的森林 对 这些东西上被摧毁掉了 而且台湾摧毁森林的历史蛮长的 而且它摧毁森林的规模 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台湾早期的 那个自然林地的那个生长的状况 我们我们透过这个 这个早期的那个探险者的资料去看的话 其实台湾的森林覆盖是 原先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森林的那个壮丽的程度 你真的可以跟那个亚马逊与你比 有真的 现在你到那个我们的七栏山上嘛 你还可以看到那些 那个那个早期的那个森林的影子 虽然连七栏山的那个 所谓的原始森林 其实已经是被我们林下 抒发的一定程度的一个产物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那些东西都告诉我们 我们三百多年来 就是人类事实上对台湾地景的 那改造是非常厉害的 那这些 这些地景改造之后 你有很多的沙石 你有很多的水 下到你的河床去 那个就是非常大的能量 它的物质的那个输送 那自然对我们的 那个低地的那个居住环境 或者土地利用产生一个巨大的压力 那要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可能重新去好好思考说 我们这个整个区域的国家 这个土地利用的那个政策啊 那个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啊 到底怎么样去调整是适合的 是比较能够回应我们的 现在的这个环境的那个 那个作用 好所以刚刚雷老师讲了 不管怎么样 无论如何 我们就是逃不了土石流的命运 尤其这两天 你不要说西部哦 有这个台风 东部呢 花莲还是一直在那边震 也是要小心土石流 全台湾就对了 马上回来